那我这次的作品呢 是把三个大尺寸的浩家喇叭 把它降到一般人的视线高度 然后分别让它发出很小 然后温柔的声音 那我一直觉得这样子的对比很有趣 然后还有它聆听的过程 那个画面我也觉得很好玩 亲爱的听众你好 我是玉璐好的声音 现在 我要开始喃喃自语 好让我听起来像是在说一个故事 但是这里没有故事 听得见吗 你不确定会发生什么 但以往的经验 让你在这个奇怪的空间 仍然能保持镇定 那同时我也去思考说 让我去思考说 每个声音跟讯息的意图 那当意图再明显不过的时候 那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我这次的目的呢 就是 占据你的耳朵一下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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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